本期三个恐怖小故事 故事一镜中的少女 你们有没有发现 大多公用厕所的最后一件 要么永远在维修不能用 要么就是被当作储物间放骚把 或别的什么东西 我不清楚这是怎么做到这么统一的 但今天的这则故事 就和这个事有关 女主高中时期 某天她和朋友去看了场篮球赛 比赛结束后两人去了趟厕所 在这期间 女主发现一个比较古怪的女孩 从她身后走过 只见她身上穿着一套女主不认识的制服 想着是别的学校特意过来看比赛的吧 女主也没太在意 再看她直直地走进了厕所的最后一间 女主很是好奇 因为那一间是放杂物的不能用 所以女主的第一想法 就是这个妹子肯定是走错了 抱着看笑话的想法 女主就特别在意地看着 然后她就发现这个女生 竟也透过门的缝隙在偷看自己 只不过这种行为只存在在镜子中 当女主回头看向那的瞬间 那女孩就会躲回去 反复几次都是如此 这让女主觉得这女孩可能是进错厕所了 觉得很丢脸吧 此刻女主一直盯着那个方向的举动 被朋友看到了 朋友好奇问她在看什么呢 那里不就只有扫把吗 有什么好看的 女主听后 连忙把朋友拽走并告诉她 听到这女主身上的鸡皮疙瘩一下就起来了 但是她没有逃 而是慢慢来到了这间厕所的门前 再鼓足勇气地推开了门 果然里面除了一些杂物外什么都没有 女主看到这顿感后背凉嗖嗖的 脑子里也不由地生出一个恐怖的想法 她这是撞鬼了吗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故事而拒绝的代价 这个女主很喜欢摄影 闲暇时间就喜欢带着相机来各个旅游景点打卡拍照 这天当她来到莲仓附近的时候 她偶遇到了一个问路的男人 这个男人说自己要去什么贺岗八分宫 但因为第一次来这里不知道具体路线 所以就想请问下女主 女主听后发现自己正好也要去那个地方 于是就愉快地邀请她一同前往 途中俩人闲聊了很多 这让女主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 大他十五岁 离异 单身 有个六岁的儿子工作室木匠 近些年突然喜欢研究各种古建筑 除此之外 女主还发现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 行为谦逊 举止优雅 沉稳 干练 见识 元博 不知道为什么 此刻他脑子里全都是男人的优点 一瞬间他甚至都有点想给男人孩子当后妈了 所以在分别时 他们互留了电话号码 可当这个男人第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发现自己当时真的是太草率了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此刻只是听他的声音 女主就十分难受 再听到男人为上次的事件要感谢自己 女主直接就委婉地拒绝了 没想到当晚下班后 这个男人竟直接来公司楼下等自己了 再次看到他的微笑 女主呼绝全身阴了 然后然后两人就分开了 彻底拒绝男人之后 女主心里默默地松了一口气 可当天夜里女主莫名辗转反侧睡不着 在一个翻身 他就看到那个男人站在自己床边 一脸诡异微笑 第二天 女主心事重重 不是因为见鬼 而是觉得是不是因为自己拒绝了他 然后他没想开他自杀了呢 女主内疚的难受 没忍住的就给他公司打了一则电话 再也问 男人没事 男人的同事准备去找男人接电话 得到这次消息女主如是重负 但下一秒他突然几倍发凉 如果男人没有死 那么突然出现在自己卧室的男人是什么 刚想到这女主又感受到一股阴冷的视线 再朝着楼下看去 他竟然看到那个男人了 之后女主被惊得已经说不出话了 至于最后当男人来接电话时 说什么他也听不见了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有着男人外表却不是男人的人 应该就是日恐惧中的常客生灵无疑了 不过按照设定 生灵一般都是很强很强的执念或欲望生成的 那么男人和女主就接触一次 难道就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执念 所以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他的行为举止太过谦逊 给人一种特别老实好奇的赶脚 长此以往他负面情绪的堆积 产生了一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自己 这个自己会帮他去教训一些人 或想帮他接触某个人 另一个就是他就是谦逊的面具下藏着一张恶魔的脸 所以你更倾向于哪个可能呢 或者小伙伴们是怎么想的呢 评论里说哈 我虽然回复不及时 但基本都能看到 那么故事三在别墅里等着我的东西 男主被一个梦困扰了好久 从入秋开始他就每天都会做同样的梦 梦中有一栋老旧的别墅 别墅不远有一个池塘 别墅里还有一张床一个白衣女人 以及那个永远只停在四点前的摆中 男主把这件事告诉女友 女友就把他介绍给自己的领导 因为据说女友的这个领导有很强的灵力 能感受到那些脏东西的存在 当男主对领导形容完整个梦境之后 女友也突然说自己也遇到了一件比较诡异的事 之前男主答应过他要和他一起去旅游的 可被梦境困扰后男主就决定取消旅行 但是当晚电话通知女友的时候 女友从电话中就听到百中几个女人的尖叫声 就像这样 两个事件结合到一起 他们怀疑男主撞邪了 所以就找到了领导 所以就准备取消旅行 不过领导听后就告诉男主 虽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自己的直觉告诉他 男主想逃肯定是不行的 这次旅行他必须去 因为他觉得这次旅行会帮他彻底解决这件事 但他的女友不能去 别问为什么 问他就是感觉去了会出世 所以之后男主就联系了几个朋友驱车前往 不过去之前男主把有关梦境的事都告诉了朋友们 朋友们没说什么 都觉得挺刺激的 可当他们来到这里后就不这么觉得了 因为这里真的有一栋废旧的别墅 距别墅不远还有个池塘 别墅里也真的有床有个永远只停在四点前的摆中 唯独没见到那个白衣女 她可能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会出现吧 男主的两个朋友都是要面子的 既然来了 也不好意思走 于是当天夜里就陪着男主喝酒 一起等那个女低 不过最后两人熬不住了就睡着了 大约是快到凌晨四点的时候 也就是大摆中上的那个时间 再配合上一阵比较恐怖又刺耳的BGM响起 一身白衣的女人突然出现了 只见她披着一头乌黑长发 在迈着轻盈步伐 如果不是气氛不服 我特么的都怀疑她是仙女了 只见她朝着男主招了招手 意思要男主跟着她走 虽然男主的内心是拒绝的 虽然她很怕很不想去 可这身体不知道怎么就不受控制的站了起来 然后跟着女人走一会 男主表情呆滞无惊无恐的 就跟着女人来到了池塘边 还是这个时候 她的电话响了 男主下意识的接通 是她女友打过来的 被女友叫了几声 男主突然惊醒 再看自己不知在何时竟走进水塘中了 可能是察觉到男主失去控制 女嫖突然从水中潜出 那见到她 男主二话不说赶紧跑 不过可能是受惊过度颓软了 也可能是水中阻力太大 致使她逃了好久 在水中扑通了好久 再回头 那女嫖还在她的身后 然后男主绝望大吼一声晕了过去 同一时间 别墅内的大摆中洞了 凌晨四点的钟声响起 熟睡的朋友们被惊醒 他们发现男主不再纷纷寻找 于是他们就拯救了晕倒的男主 经过这起事件 男主的胸前多了几道很深的抓痕 不过相比于活着来讲 这是幸运的 而领导也对男主讲 虽然自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直觉又告诉她 那个女嫖自此以后就不会再缠着她了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故事里没讲女嫖为什么这样对她 男主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所以我猜 这有没有可能是男主前世留下的孽债 比如那女嫖是她前世恋人什么的 又比如她答应了什么约定没有去完成 原本人家是想要她命的 但她女友的那则电话救了她 这算是她命不该绝 女嫖尊重命数 于是只有留下抓痕 已是惩戒出了气就走 当然这只是我看完后的想法 还是欢迎小伙伴留言探讨 那今天就先到这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是啊 晓露